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发达广场的时间 先介绍我身边的嘉宾 来自耀才证券研究部的分析员 谭志乐先生,Anna Anna,你好 继续跟Anna跟进一下市场上的消息 跟进下一个稿份是538未签 说到发了刑警 受到兽类中日方面的磨擦 预料到全年的纯利大减 见到股价也有下跌 跌得多,跌超过5% 跌至5.31 当时的中日,上年方面的事件 一爆发,未曾首当其冲 即是有影响 先问你,今次发了刑警 是否大家都预了? 我想你始终说未曾发刑警 的确是可以说预期之内 但是对股价来说 我相信都会有影响在 因为亏损状况 都会令到未曾股价进一步受压 因为这个亏损问题 短期来说是否能扭转呢? 自己看回就真的不是太乐观了 未曾有几个问题比较大 第一,开的店铺的确是比较多 多到的程度就是一部分的店铺 经营情况也不是太理想 经营效率也是很差的 所以他们未来来说 有机会关闭部分的店铺 对于关闭店铺来说 有机会首先有个亏损在 关闭的过程 第二,一旦真的关闭了部分的店铺 整体仍然对公司的营业额增长 都会有个负面的影响 甚至有机会倒退的 仍然是出现 所以这个亏损情况 能不能够持续下去呢? 会不会继续持续下去呢? 都是有相关的风险分导 第二,始终说 看到同店销售的增长 未曾过往这几年做得非常非常差 整件事都是由猪骨汤的事件上延续下去 到目前为止 都未见有个好转的迹象 最主要原因 始终说 未曾最主要大家都知道 是做一些不日式的拉面 虽然跟日本 是没有什么正式的关系 但是说这类型的日式拉面 其实由他们开始到现在 目前为止 市场竞争 是非常非常之大 做这些日式的拉面 在内地 都有不少的公司去做 始终说未曾出了这些事情 在市场竞争力 是大大减少了 所以未来来说 我相信 第一,他们在通胀 如果上升的情况下 很难再出现交价 所以未来来说 经营情况不是太理想的 第二 你说同店销售要回复一个增长 我自己看起来 比较难了 甚至要关闭部分的电报 所以未来来说 业绩上面 很难会出现一个大转机 所以对于这个情况下 现阶段未签过股值 仍然有二十多倍PE 相对来说 仍然是属于贵的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 所以股价来说 下行风险是非常大的 你看看股价技术走势 今天跌下来 也下市比较关键的支持位 五个二号这些水平 我建议 如果还有货的投资者 暂时可以留意五个二号这些水平 一旦跌穿了 不排除股价 再进一步下市反 低位四个半这些水平 但是如果未买的投资者 我都不建议去搏 因为论基本因素 公司要转规的话 我相信未来来来说 可能性仍然不算非常大 仍然会面对着很多风险 所以我建议未买的投资者 都不去搏 至于持货的投资者 可以严守五个二这些指舍 一旦跌出 跌穿五个二 都要考虑指舍离场 看你分析员都发现 未来的股份暂时来说 直播空间又不大 股价又比较贵 所以大家要留意这只股份 最新的表现 现在尼克拉在做五个三 他们刚才所说的 比较重要的关键位 五个二来说 其实相差不是很大 今天来说跌着三毫子 大家要留意 接着跟进来 就是个别的异动板块 说一说风电化力 看到都有个升势 在这里 好像735 就是中国电力新能源 现在升超过7% 不如跟大家先跟进 整个板块的最新表现 看到龙园电力现在升超过2% 做$7.02 大唐新能源升一仙 做$1.48 华能新能源升4% 做$2.05 金风科技跌一仙 现在做$3.04 高速传动 现在没有升跌 做$3.03 先问回安来你 看到有相关新能源 风力电 这些发电的股份 其实也有照着不同的消息 或者甚至没有消息 也好 都是有炒作在 看到股价上面 发得那么厉害 怎么看这个板块好呢 我相信今天整个风电板块 做得那么好 最主要原因 都是说龙头 昨天收施后 发布了首月份的电力增长 其实见到整体现 龙园电力 第一月份的发电量增长 涉及30% 这个增长全部都是由风电所带动 所以看回目前来说 整个风电行业的确是非常乐观的 最主要都是受为一些补贴政策 或者风电行业持续有一个未来 一个不错的增长所带动 始终说风电行业 一直都是中央大力支持的行业 第一在生能源上面 都是相对地比较完善 在生能源发动的情况下 都是一个中央比较鼓励的行业 最主要始终可以做到低态盘放之余 也是一些可载生能源 始终说风电来说 今年来说 始终中央在12.5年来说 努力地积极地减低碳排放 我相信风力发电仍然会继续受到中央的支持 另外看回为什么风电一月份开始做得这么好 其实内地整个发电量来说 其实自从内地的经济 在去年的第四季开始有转好的迹象 发电量已经有个明显改善的迹象在 同期间 在火电部分的电价上面都有所提升 所以你说其实 为什么可以带动到风电好呢 我自己看回某个原因 过往来说风电做得不算太好 始终说第一 内地的经济比较差 一些企业或者一些工厂都不去选择去用一些风电 始终说风电的上网电价是相对比较贵的 如果用这些再生能源 整体而言它们的成本等等 是有所提升的 但是第一就留意 近期来说 你火电的电价都上升了 整体而言它们的差价分别 开始都减少了 整体而言都有利一些风电企业的发电异域 或者甚至说一些下游的企业 去用相关的风电 正体而言 对风电的行业是一个正面的帮助 第二 始终说中央近期很多政策都积极地扶持风电 我相信未来来说 风电的新装机容量 未来来说应该有个不错的提升 所以中线来说 我相信风电这个行业仍然可以继续看好 好 跟进完就是风电的板块之后 不如跟进内房方面的板块 阿全即将会有新的调控政策出台 在3月当中人民全国人大协政协两会举人的时候 阿全会出台相关新的调控政策 以抑制就是楼价方面 我看到内房方面 今天开始都是有少少脚远 普遍来说都是要跌的 先和大家跟进一下 就是内房方面 就是整个板块的最新表现先 我先看看大那几只 中海外现在来说跌接近2% 21.95% 华润置地现在跌接近3% 碧桂原跌超过4% 世贸房地产跌接近4% 现价做15.72% 富利地产13.1% 跌方来说是超过4% 雅居落跌至近30% 合景泰富跌超过5% 现价做5.39% 远洋地产跌4% 恒大地产跌近4% 月秀地产跌超过2% 现价做2.76% 好了 我问回你 有少少的消息 可以说是一些消息面上 就未经证实了 但都见到整个板块来说 都有个跌势 先问回你这个板块来说 现在这一刻有没有占手 对了 内房板块短线来说 我都不太建议去占手 都可能要被一被为主 你说短线的沽压力 的确不少 最主要原因 其实内房之前升得这么多 大家都知道 最主要都是说 光性需求强劲 都推动到内地楼价 开始有回升的迹象 但正正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未来来来说 中央很大机会出一些政策 去打压相关的刚性需求 都令到内房短期来说 都有个回调压力在 最主要都是中央担心 2月份 春节假期 会不会令到一些新盘 内地的新盘楼市 销售 或会再出现一些 好像白象龙 或者销售很夸张的情况出现 一旦如此 都会担心 触发到内地的楼价 再进一步升温 这种中央的确是不想见到的 所以短期来说 出政策调控 或者有一些收紧放贷款的政策等等 未来来说出台的机会是非常大 所以内房短线来说 可能有个回调压力都不奇怪 包括龙头 好像看回技术走势 中海为例 论基本因素 这就是最好的 但是再看股价的技术走势 近期来说 走势都不算太乐观 22元 比较关键的支持位 到目前今日都一度轻微跌穿过 所以再看股价的技术走势 一旦跌穿了22元 后市真的不会排除进一步市分这个低位 20元左右这些水平 所以现阶段我觉得内房 你说要薄反弹的话 我觉得都不太建议 可能建议考虑 真的等出资价的过后 看看是否有政策出台 才再去考虑买入 好啊 谢谢安来 我和我们分析在内房方面 先和你做个申报 这段时间都差不多了 刚刚所说的几个板块 和股份来说 自己有没有持有的? 是没有持有的 好啊 谢谢安来 我们稍后回来 就会在问答环节的时候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想问我们嘉宾的话 都可以争取时间打电话来 我的电话是204-6566 又或是连续电邮给我们 电邮地址 ask at bschannel.com 我们先休息一会 转体回来问答环节 开始接听嘉宁的电话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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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